夏天为了消暑解渴 几乎人手一杯饮料 不过大家都爱喝些什么呢 咖啡 冰茶 碳酸饮品 每个人对饮料的喜好 因为年纪族群而不一样 不过越是年轻 对寒糖饮料越是没有抵抗力 根据国民养健康调查 在实名国高中生当中 至少有8人每周就会喝一次寒糖饮料 但是您是否有注意过 自己到底喝下了什么 以目前台湾最知名的珍珠奶茶为例 以700毫升的热量来讲 一杯就是500多大卡 换算成方糖 一杯就喝掉28颗方糖的量 所以最好的饮品 当然就是无糖饮料了 只是零糖不是最好 还要零热量 零碳水化合物 最主要拿在手上还要够潮 SX从美国红到澳洲和日本 更即将引爆台湾 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能量饮料的这个发展 那XX这个饮料它最大的特别是 它是一个三个零的产品 也就是零糖 零热量 跟零碳水化合物 那这其实是考量到现在目前的潮流 不但要好喝 而且是希望能够健康 在国外它已经有多达20种的口味 事实上可以符合很多年轻人 求新求变的这种口味的需求 在国外 XX已经成为Party新宠 不只因为它具有能量无负担 更因为它够年轻 运动喝它够活力 疲倦喝它也够时尚 所以已经风鸣全球 销量冲破5亿罐 你够潮吗 那么今年暑假手上一定要有这一罐 暗内新闻微小预料 卷潮台北报道